大家好 我是花蟹姐 我今天刚想我的毕业论文 经历了三个多月的时间 终于下完了 然后我就打算奖励我自己一顿好吃的 那我选的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了 然后还想出去走一走 走着走着吧 光了一圈的 都没有看到哪个店开门 我们小城市嘛 就是关店特别早 所以说我就只能去吃快餐 正好看到那个德克市 然后我就去吃个快餐吧 接着午餐 体餐 还有不接触温室团物 在家几个享受美味 我刚刚我们等15分钟 太期待了 好有美食了 终于到了我心心念念的炸鸡腿 这就是刚炸出来最好吃的 我叫外卖没有在这里是好吃的 我觉得更炸鸡腿 每个炸鸡蛋就没有多了自己面的炸鸡好吃 尤其是那个手箱子 放在这里 这个鸡腿 哦 这个鸡腿 嗯 这个鸡腿 这个鸡腿脚 就是说吃炸鸡腿胖了 嘿嘿 这块生超级香 这块比鸡腿强 太满足了 不错 切得不好 这是鸡腿弄 即消och 鸡腿弄 你快点去吧 我阿门太完蛋了 他就吃一块 看来还是得我轻盘 成功轻盘